中療香農会日前在国山南投服务区举办珍珠干评鉴颁奖典礼即展授品尝会 由县府农业处长陈瑞沁及县议员唐晓芬等多位来宾 分别颁奖给珍珠干评鉴取得前三名高品质的农友 主要的话也是透过评鉴的方式来鼓励农友能够去提升整个生产的品质 所以结合了目前农养署在所推的这个政策包括产销履历 它其实核心的价值就是可追溯这个SOP包括友善的耕作 包括这个资讯的一个透明化以及第三方的一个认证 尤其是先讲在地那现阶段刚好12月来刚好是这个甘局跟主干的三期 那农会希望就是说借由在这个休息站南来北往的一个消费者 都能够借用这个场合来推广给所有全省的这些消费者 先议员唐晓芬也到场为农友加油打气 盛赞中疗珍珠干风味独特 果心小巧深受消费者喜爱 欢迎各界采购品尝 我相信说其实我们中疗香好山好水 我们所有的农作产品都是非常的优质 那每年到这个季节是我们甘局类的一个擅长季节 希望说透过南来北往的人来到我们这边做一个 来做一个采购 那我相信说这么优质的一个农特产品 透过每个人的采购 我相信说能够帮助我们中疗香很多的果 尤其现在是我们甘局类还有我们柳丁的一个盛产季节 我也希望说在这边透过我们县政府 还有我们农粮署 能够多多的来帮助协助我们这些的果农 来自北部的一位消费者 手里拎着许多袋的珍珠干 他很高兴在服务区能买到好吃的珍珠干 我从高雄来刚好路过 然后看到这边在卖 吃吃就好好吃好甜 欢迎大家来买珍珠干 好好吃好好吃 来买来买快点好好吃 会场展授贫鉴的前三名珍珠干 及各类优质农产品 吸引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驻足购买 也希望借由展授会 让消费者认识优良产品标章 及QRCOE标示的农产品 达到拓展客源 加值行销的目的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